音符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宫徒 宗徒大事录 有些犹太人 从安提越基亚 和伊科尼庸来 挑唆群众 群众用石头砸了宝露 以为他死了 就把他拉到城外 但门徒们 一围到他跟前 他就起来进了城 第二天 同巴尔纳伯 起城往 德尔贝去了 他们向那城 传扬福音 使许多人 成了门徒 以后回到 吕斯特拉 伊科尼庸 和安提越基亚 到处坚固 门徒的心 鼓励他们坚持信仰 说我们必须经过许多困难 才能进入天主的国 二人在各教会 二人在各教会给他们选立了长老 在祈祷进食以后 把他们托付于他们所信仰的主 以后 他们又经过培西底亚 来到庞飞里亚 在培尔格宣讲道理以后 下到阿塔雷亚 又从那里 承传福安提越基亚 他们原来是从那里 被托于天主的恩宠 做现在已完成的工作 他们一到 就聚集会众 报告天主 协同他们 所行的一切大事 和怎样给外邦人 打开了信德的门 二人就在那里 同门徒们 住了不少时日 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愿世人敬知你王国的伟大光荣 上主 愿世人敬知你王国的伟大光荣 上主 愿你的一切受造物称谢你 上主 愿你的一切圣徒们赞美你 宣传你王国的光荣 讲述你的威力大能 上主 愿世人敬知你王国的伟大光荣 让世人敬知你王国的伟大光荣 你的王国 你的王国是万代的王国 你的王权存留于无穷事 上主 愿世人敬知你王国的伟大光荣 愿我的口舍 愿我的口舌 称赞助上主的光荣 愿众生永远赞美他的圣灵 上主 愿世人敬知你王国的伟大光荣 阿雷路亚 Bruno�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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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必须受苦 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 才进入祂的光罗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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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独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耶稣对门徒说 我把平安留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我所赐给你们的 不像世界上所赐的一样 你们心里不要怀乱 也不要胆怯 你们听见了我给你们说过 我去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 如果你们爱我 就该喜欢望福那里去 因为福比我大 如今在事发生前 我就告诉了你们 为了你们当事发生时 能相信 我不再同你们多谈了 因为世界的首领就要来到 他在我身上一无所能 但未教世界知道我爱父 并且父怎样命名我 我就这样去行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 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里面 宗徒大事录 讲到保禄 甘巴尔拿破两个宗徒了 也提到一个 一个当时的初纪教会 叫安提越基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可以说 在初纪教会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了 在安提越基亚的话 基督徒可以说 信仰耶稣的人 并称为基督徒 在那儿的话 可以说 初纪教会发展过程当中 面临好多挑战 然后保禄讲一句话 还知道我们去反省的 保禄说 除非经过苦难 才能进入天主的国 真的是 进天国的话是这门 我们做一个信徒的话 要进入天主的国的话 就需要去努力 从做人上 到对天主的敬礼上 就需要去努力的一个过程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 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话 就是说 当保禄跟巴尔纳国 传教教中的话 在他们的行动里面的话 可以说 为后期的教会发展了 它还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有什么呢 就是说 他们建立了一个长老的制度 保禄是宗徒 下面有长老 长老说 负责整个地方教会 所以我们相信的话 整个教会的话 是由宗徒 做传下来的教会 比如说 保禄把他的权并 受入了他的继承者 长老 长老的话就说 用今天的话 讲到 今天的我们讲的话 主教 神父了 他们就说 继承宗徒的这个职务的过程 在今天的福音里面 过往福音十四章 这是耶稣的 灵结增严 整个十四章的话 是耶稣的讲的话 耶稣灵结增严 一个人的话 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要回归附加了 所以一个人的话 在他生命的最后的事刻 讲的话的话 都是很重要的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在福音里面 一讲一个话 我要把平安赐给你们 这是世界说 不能给御的 我们做一个信徒的生活当中 我们真的说 我们领受了 主给予我们的平安 这个平安的话 有三个 基本的特点 第一点的话 就是说 这平安的话 真的是一个 稳固的基础 我们相信的话 耶稣通过死亡 跟复活 战胜了罪恶 战胜了死亡了 那么说 我们的平安的话 是建计的 复活在主身上 这个基础的话 可以说 在世界上 没有任何势力 可以摧毁的 这是我们平安的基础 另外一方面的话 这份平安的话 也是在我们内心里面 让我们充满喜乐的 也是我们生命的 动力的 我们相信的话 靠着信仰耶稣基督的话 临做主的圣神的 这份圣赛力的话 就是来推动我们 内心里面充满了喜乐 愿意去跟着去分享的 第三点的话 就是这份平安的话 在我们的话 去走出去 去参教的 把我们所领受的平安 赐给其他的人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